一座优越性价比 满载幸福欢笑 俊杰品质生活家教典范 一路由我华晨汽车 传递价 只有你我 芙蓉王实业 明人面对面香港回归十周年 特别企划之湘江明人路 很多的地方我还害怕的 我没有安全感 爱情就是明人一个瞎眼睛 我觉得冯克伦是可爱的 我从来就没有把影币 给两个字放在记忆心上来压制 我必须永远做一个 有皮肤病的重感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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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眼中的香港人 海系明人面对面特别奉献 星期六 发泡的时间长一点 一定要泡透 把水倒掉 准备有一种酸涩的感觉 而且发泡的时候 您只要放一点点的糖 这样发泡的效果就更好了 敲敲门 好 好了 香菇我们也处理完了 今天用培根主要原因就是说 它有熏制的那种味道 跟这个熏干搭配在一起 这个姜豆就更好吃了 相得一大 好 现在我们就开火 开火 我们要锅热之后放油 放油 对了 我们要炒 好 好了 油锅已经热了 我们把这个培根丝 放进去 好 快速地划炒 好 培根丝呢 它含有很多的油分 和脂肪 所以我们要充分地把它的油炒出来 这样才香 对 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葱姜蒜倒进去 葱姜蒜 充分地变炒 来 后放葱姜蒜 好 加完水之后呢 我们再把姜豆放进去 哎 这也觉得正常了 然后香菇丝 好 现在颜色呢 已经很分明了 但是还不够鲜艳 再加入这个青红椒丝 好 我们这个水呢 还有点少 再加一些 再加一些 因为这个姜豆呢 一定要充分地让它煮透 煮熟 不然会有一种生豆子味 对 而且吃起来口感也不是很好 对 这些水就正合适 好 好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加一些盐 哦 少许 对 盐不要加太多 因为培根本身就有咸味 然后加一些糖 好 提鲜味的 好 好了 现在我们把盖子盖上 焖它三到五分钟 三到五分钟 好 太好一点 三到五分钟 好 我们看看 开盖 这个时候我们再调入老抽 哦 让它上色 上色 好 然后蚝油 蚝油 哦 快拆拆了 让女演员们休息一下 是 不是 谁是女演员 你训练的就是啊 我说嫩咋 嫩咋是 是演员啊 安门是余景团来体验生火的 你感觉你感觉你感觉 咱们都说了 你演员都是什么好 反正你感觉你感觉 您别这样 你看 你看 刚才我 我 我还找你们大扛 我真是对不起你们 反正 是 我们对不起你 明天的训练 俺咋一辈子也忘不了 反正 反正 我们要求 继续训练 先吃饭 吃饭饭以后 继续训练 是 汇聚行业精品 携手 共创辉煌 中国极限 武器模具名价 东南 长安 对我来说 全球采购的答案 现在只有一个 阿里巴巴 在这里 我总能找到满意的 中国供应商 就这一个产品 今年我就加了12个贵子 网上贸易 创造奇迹 阿里巴巴 用眼睛 欠赏 世间美景 用耳朵 倾听 海的声音 用心灵 感受 南山温馨 魅力南山 山东龙口 汇聚行业精品 携手 共创辉煌 中国极限武器 模具名阵 东莞 长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点燃激情 传递梦想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跟着圣火看中国》节目 结束了在天津滨海新区的传递之后 祥云火炬今天开始在天津市区进行传递 首先还是来简单回顾一下今天火炬在天津市区传递的情况 天津市区火炬传递的起点是设在奥运会比赛场地奥体中心 全国劳动模范范玉树作为天津市中心城区传递的第一棒火炬手 开始了圣火在天津市区的传递 天津市区火炬传递采用了火炬手传递和火炬车队展示交替进行的方式 其中的火炬手传递分为五个阶段 由225名火炬手进行12公里的传递 圣火车队运行展示四个阶段 共计13公里 上午11点12分 圣火市抵达终点天津大礼堂广场 随着最后一棒火炬手 天津女排主教练王宝泉点燃圣火盆 奥运圣火在天津的传递顺利结束 好 今天火炬传递的精彩看点 我们稍后将会给您详细介绍 那么今天距离北疆奥运会开幕 还剩下最后的六天 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35天 以下来浏览一组最新的奥运快报 今天上午12点多 在北京奥运村村长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陈志丽的陪同下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 与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 萨玛兰奇 一起来到北京奥运村参观 在参观颇具 北京四个月儿特色的村长办公室时 罗格感谢北京建造了 这么美丽的奥运村 并用中文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针对8月8号奥运会开幕当天的天气情况 中国气象局最新发布预测结果称 到时北京的天气正处于 晴健多云到少量降水的转型期 但准确信息将在开幕式前三天预报 目前国内外专家正在就此加紧会商 据北京市气象局负责人介绍 即使开幕式当天出现降雨 相关单位也已经做好应急预案 随着奥运临近 多台精彩的文艺演出 在北京纷纷亮相 昨晚在北京共王府 150多年的老戏台上 相约北京2008奥运系列文化活动 非物质文化遗产演出周 古琴名家名曲演奏会 拉开帷幕 与此同时 在国家大剧院 以中国茶文化为背景的 中国版歌剧《茶》 首演就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火爆景象 左版102尊用传统的 宫廷灯彩艺术装扮的 现代兵马俑登陆北京市民广场 成为全新的奥运景观之一 这些兵马俑一身光彩颇显时尚 而他们的头部造型 则取自真实的勤兵马俑 为了增添情趣 102个灯泳中 有孩童 有女兵 其中的两位更是身怀六甲的准妈妈 奥运会开闭幕式上的特型焰火表演 一直备受瞩目 记者近日采访了负责之一表演的 北京武警总队第11支队 记录了演练的全过程 据介绍这些装置是专门为开闭幕式设计的 名叫李花炮局阵 与传统焰火不同 特型焰火在空中会形成不同的造型 视觉效果更为奇特状伪 目前官兵们已经进行了五次演练 预演也进行了两次 百年梦想城镇 圣火来到中国 5月2日至8月8日 奥运圣火展开在中国的和谐之旅 点燃城市激情 传递奥运梦想 中文国际频道全程跟踪圣火传递 轻轻打造特别节目 跟着圣火看中国 敬请关注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想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在中国提出举办奥运的第一人在天津 一百多年前 天津南开大学的校长张柏林就曾经预言 奥运举办之日就是我中华腾飞之时 今天奥运圣火照亮了这个中国奥运梦开始的地方